他那时候就跟了一个税务局的一个局长讲 所以说局长这份也按照他那去做去 也学佛也按照他那方法去做 这就是一个很好一个例 每个人都离不开定例 所以说离不开定例 有时候离不开做善事 离不开护士三毛 这都离不开 这整个事业离开这些很难成功 师傅讲得特别特别特别好 对于咱们这些还没有走出这一步的人 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功课呢 一般的时候还能够按照这个规律来做 早晚课 有的时候可能有什么事晚了 或者挤了晚了 或者回来晚了 晚课不做了 早课不做了 已经经常发生 是 说不这么一讲 看来这个就是还是不能缺 还在规律来做 它不是可有可无的事 它整个涉及到你的盛存的问题 大的涉及到初三界的问题 小的 包括盛存的问题都离不开定例 离不开 嗯 师傅那像上班忙的时候做不了的 你下班还忙吗 下班 下班不忙就下班做 啊 早课也可以 那些话 早课也可以 早课你早起两个小时不就做了 像我有时候就是不公立这个集体寝室 许设议 嗯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人许设议你吃完饭不干活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你早晚课 拿个蜡 你没有等着拿个蜡 照本就念去呗 就有事儿了 啥都当不了 有时候就工作都可以做的 这一样走道都可以把工作的完成 大家许说有啥 怕 你看我们 知道去走到那 有的很少有赞扬的 你不是说几句 就是 你要看 照做什么 就是说 你知道我也这样 是不知道我也这样 我也不希望你知道 哎 我也不希望你造 我就慢慢 我就 哎 我也不需要你去赞扬去 你要赞扬我 那说明一个问题 我有漏 因为啥呢 你屠明了 你要不屠明 他就 他没人现在知道 哎 你稍微有点儿 屠明性 别人明天就表扬你了 三表扬两表扬 把你点儿功德都给表扬 没了 就换成一个表扬了 反而是害事儿 表扬是不怕 就怕 他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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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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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心里 老有 顾虑 要顾虑 今天说 明天说 你看他说的意义 它不一样 比如说 你看你怎么 学佛变傻了 实际上 他是在探讨你 叫你讲讲 这信佛有什么好处 哎 他这个意思 你以为他就是 在傍佛 别人说 哎呀 你算了 你 怎么这么傻 他是在 在请调你 这个 学佛的好处 哎 你别忘那个思维 你要忘那个思维 完了 哎 最后呢 就没法学一下 有很多人呢 就怕不理你 要不理你 你这个是妈妈事儿的 他又理你 都不是坏心 都想在这里解决个问题 你说 这因缘大了 哎 有时候他说话不一样 有时候甚至骂骂咧咧咧的 这这这一天 那那精神 精神不正常 啊 他说你不正常 他就脑子和气 他说 为什么不正常 哎 实际上 他早就探讨这个问题 今天不正常 明天不正常 后天 他可能 聘你跑的都快 啊 过去 就有那么个爷们 那 他那 气质啊 学佛 他成天呢 他一学佛 他就倒了 他上到门口啊 问我这事儿 探个头啊 做鬼脸什么的 老老老这些东西 哎 就做这个动作 给他气点 就回了 老苦 啊 那个气质 气质 老苦 最后他说怎么办 那天我看完了 他跟我俩说 你要见佛 你要见着佛 我就信 你要见不着佛 我就不信 说的 他 他准确了 第二天 见那个老和尔了 去领着见个老和尔 见到老和尔 马上就归宜了 就信佛了 完了 就要求出家 上山修道 你 你说快不快 他也不要求见佛了 也不要求这 实际上都是一种探讨 你们采取了各种形式 方法不同 你别把他当成 他骂你啊 他嘲笑你啊 他不存在你 他正在信物品 是吧 还有一个问题 原来这个问题 前两天 早上那些音乐 也想想教一下 就是原来这个 现在居士啊 像清光导 刚才说很多学佛的 然后有不同的师傅 不同的寺院的 不同的师傅 不同的寺院的 也学显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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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经常请这些法师 或者师傅来传法 这个经常呢 就因为这个请师傅的先后啊 或者说这个这个 你请他请啊 可能造成 居士之间不合 这个矛盾 我不知道这个政界出在哪 因为大家都是想学播 因为都是挺诚心的 然后经常就是造成了很多小团体 然后互相之间 就有些这个 不太 不太如法的 或者说这个 互相这个 称恨的 天心就起来了 或者说这个 诽谤啊 就很多这种事 谁说这个事啊 是难 难免 因为啊 这里中国也没有一个 德赛寺 也允许这种法门的存在 对吗 法师就不断来 这都是说是 也是难免 另外它是一个 呃 很寄重一个地方 另外又没有 实际上 就是要法师的意义 嗯 所以说我们应该看着常数 一样 法师来了 众位在我们 虽然起到一些 不如法的地方 也有 但是同样的 也对我们讲了很多道理 嗯 比如说 今天损失了一些 但是道理我们也确实听到一些 嗯 比如说 仔细来讲 那个道理 那是 那是千金不换的 是不是 而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损失点 今天 我们供养的也是 从某个角度来讲 也是值个儿 哎 但是呢 就是说 有一些问题 就是具实对这个法师的选择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一定有戒律为标准 戒律标准 啊 因为如果符合戒律 延期戒律 那我们就大伙就都去信息 如果不符合戒律 那我们就得看阴远 有时候就不要去 另外说大话说假话 这就不要去 这样的话形成这个状态的 这个矛盾就会减少 如果大伙都是以神统力 那你你信我的 明天就亡胜了 后天就亡胜了 或者你现在马上就亡胜了 这就说成天就搞这个 你要不信我的 你就小根基 你小蹭 最后你就是 你爱到 所以说对外来的法师 应该有一个 信量 难免的 这是 有一个笑话 另外呢 还不要就在戒律上 没办法 这样的互相 游和 这个时候就能 矛盾就能结束 另外再也就是 句子 互相不要诽谤 哎 不要 他说他 不要说 因为不如法 你不去就玩事了 所以说 另外别人说了 也别计较 哎 说你 你谁那不去 你看你这些 是不是傲慢呢 哎 或者你这些没有三根呢 哎 你锁一锁 完事了 打倒 哎 我就以戒律为标准 符合戒律 我就去 不合戒律的 我就 根据 议员了 哎 完事了 有时候九二九四啊 大伙的这个 心里慢慢就平了 因为啥呢 大伙都想吃戒 整个的因缘 这个心 他会感应一些 吃戒的事不来 整个就是 就是说 这个法界的变化呢 也随着你世界的深度程度 而决定了一些 外在的环境 也有一个感召的问题 对对对 并不是他想来 你就像什么呢 你这杆没有鱼性味 能唱一下他不来 是不是 哎 他互相都有个因缘 你有这个漏洞 他就来这个漏洞的 你要是这样 没有这个漏洞的 他慢慢逐渐逐渐 哎 他有好地就过来了 互相遭感 哎呀 感应 也是感应 所以 关键不在外 还在我每个人 世宝去吃戒 世宝是严格去修行 你严格修行的话 肯定有很多的高等大德 都要过来 因为外面的高等大德 就是你内心的变化 为什么有一些 垃圾巴道来 就是你内心也不清净 所以说 感召这些 和外 和外界 和法识都没关系 关键都在我们的修行 世宝卢法 你别去找 今天 别让那个法识来 别让那个法识来 他都没有用 你不让他来 他该来 他也来 你不让来 你不请 他那个请了 你怎么 就是 你不如你自己 在戒律上多瞎共同 你多修行 每个句子都很好修行 你看自然 那个法识就过来 他用不着 你去下那股 什么事情 一切外界的变化 都是你内心 所形成的 包括大的 就是整个 整个巨师 传体 有时候小的 就是包括每个人 你要是好好修行 可能这个法识来了 你没见着 没见着 正好 你少了 少了一次误言 他讲的可能有时候 和你不对劲 正好拉到了 等到下回 又来个法识 你因为不咋 但是他非常对你 你可能去了 去了你就得法 得法不得法 还不在于外面的法使 还不在于外面的法使如何 关键在于我们的四宝好好修行 供应你四宝到位 你到位 就啥子才能跟你讲法 也能让你开悟 就是 就一个普鲁卡 把你帮个梗头 你可能也开悟 你要是不努卡 你就法使兰 你佛兰 你也不开悟 没有用 关键还是我们内心的事情 别外求 外求没有用 现在呢 就是大标 这个学博以后 这个供养 故事 这个护士三宝 应该都做 都是不错的 对 也都很发心 现在呢 我感觉呢 就是说 这块 好像问题 倒倒不大了 做的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不敢说 是圆满了 但是做的还行 但是他不追求 这个方面的 这个 不追求钱或财务了 但是他往往就追求名了 或者在佛教里头 他也是有追求名声啊 或者说 这个 别人对他的看法呢 或者他的傲慢心呢 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出现 而且出现很多 可能就是造成这个 居士之间的这个 这个障碍 老多可能跟这个傲慢心 或者说这种 对名的追求 好像有关系 就是我不知道 我想的对不对 昨天我想的那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也想 这个问题啊 难免的 然后在佛教的话 这么多人 就可能没有追求名的 就咱们因为他不追求名 可能别人因为他追求名 所以这种错误复杂的事情呢 是难免的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这些事情 能有一个容纳的一个体验 第一个 就是我们不说太阳过程 我们追求的 我们追求的严严实实 互相都不讲 这个事很快就灭下去 你越讲事越烂 事越烂 而且就他没有名声 最后也会造成一个探求名利的这个神 如果不讲 他赤格 也就往往的笑声 什么事情 就是还是 这个不说太阳过程 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 过去在盘景 有一个 两个 两个王点 互相就 不应可 在佛点 佛点啊 就互相不应可 互相最后不来往 后我 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 他就问我 他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 我说你首先 跟你们这里的人 帮你们佛点人 你讲一下的 第一个援助 不许说 呃 其他的 呃 佛点的那个故事 他 我说你不是你一旋目就完事 必须写入你的规障制度里去 他说他真听话 这就写到 开了会 写到规障制度里 不允许说 马上这就花 很短的时间 就传到对方上去了 对方马上就过来赢了 和好 一下就 多少年才上的矛盾 一下解决了 原先呢 说你图名 说他图利 也忽一下 老是斗着 这下就是问题全解决了 哎 实际有很多东西都是我们 这些不合适 造成的 自己不如法 然后 哎 是 他说他不如法 他说他不如法 最后一看呢 两个方面都有如法的地方 都有过失的地方 不能都一样 先检查自己 先检查自己 都不说别人过失 马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说矛盾 处在这个问题在哪里 就是我们说他爱过失 所造成的矛盾和对立 如果你不说 这矛盾很快就消失了 而且俩人很快就理解了 就他 就他错了 也允许他 有个改正的机会 对不对 你要一说他 哎 他不如法 说了明天你 你等着吗 明天你就 就干起来 他说他不如法 最后究竟你们俩都不如法 完了回来 再一点扩展 最后的 互相全都挣起来 这矛盾就解决不了 如果你首先稳住了 不说 他今天不敢 明天再 后天他就 后天不敢 大后天就可能就敢了 所以说 首先从我们嘴上做起 就不说他爱过失 这个很重要 当然了 我们有对游戏标准 也不是不知道 应该知道 我刚才讲 就是以戒律来卡 就完事了 你心里面会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信平 天下平 你信你要不平 天下肯定不平 肯定是吧 你要信平了 天下肯定平 首先平我们去 你不说他爱过失 好像看着他爱过失 我不讲 实际上你在不断的把你信再平 表面上你是他有过失 我没说 但是你不知道 你正在平你的心 平来平去 过失没了 实际上这些 你所原先认为的那些矛盾 也都全解开 它是解决问题的最好的一个要素 你像这个次第菩萨 那不就是天天平地吗 拿土啊 挑土啊 平地啊 推测啊 或者那个严等佛 严等佛啊 这是哪个佛 刚才呢 你信平 大地皆平 刚才他马上就开悟了 马上就知道了 啊 不是平地 而是信平 大地全平 哎 本来这个 这个大地 它不存在高地的问题 是我们信不平所造成的 高地是 你要信平了 你看这个大地 它成多平 一个尬的也没有 哈哈 它就介入诗像去了 而且整个物质 它也是这样 你脾气越大 你你你你等到将来你 非得遇个大石头不可 创你脚非常疼 因为啥 你脾气大 它却创你不可 如果你脾气小 你你你等到石头到那部分 哎 就别人给踢走了 哎 到你去没有你事 哎 他都是跟着一系 行不行来决定一切事 所以说一切事情都离不开 微信所造 啊 离开微信所造 你就离开这句话 那都是外道 所有的法都是新的 对 然后所有的法 也都是由新来解决 哎对对对 微信所造 所以说你要不 不这么厌实问题 天下没有一个事情能解决到 包括我们送进啊念佛啊灿禅啊秀密啊全都解决这个问题 嘿嘿嘿 他玩了 还有两个 好一ays 嗯 哎 你 嗯 嗯 嗯 撞個事兒的 就無說不說 就那樣事兒的 這很難很難的 就硬不說 就五光水 不行 撞個事兒 硬可買兩塊糖吃 也別說 就那樣事兒的 完了 今天不說 明天也不說 晚上也別說 有時候晚上心憋的 可難受了 就說那個要素的那種力量就那麼大 甚至自己 憋著 打牆啊 打門的 像摔動的 都憋成那樣 你想一想 對你自己 他都會產生這麼大的力量 當你說完了 在法界會產生多大的震動 如果大夥都有這種心 那還能不孝 是不是 你自己的身體 生理上 都要那麼衝動 你要整個法界的心 都這樣的話 所以說整個宇宙 它都會起變化 看不見你的力量太大了 一旦就加入這個生理上 或是一種現行上 它會起到很大的變化 甚至地震 海嘯 都是這些信不平所造成的 和什麽也沒關係 什麽縫動啊 這些東西 都是這個信不平所 如果你信平了 天下什麽都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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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麽問題 如果要問就問 哈哈 你問了 問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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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